線上的弟兄姐妹能聽到嗎 聽得見查爾斯 現在聽不見了 那我到了這兒 我就跟你走下一個 走下一個 走下一個 OK 不再過來 可以了 好 好 我們做一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真是 感謝你 感謝你今天 借著前面牧師 給我們真是一個很美好的講道 真是讓我們通過 神的話語能夠了解 福音真是豐富的內容 和豐富的大能 求生真是能夠讓聖靈能夠 高摸我們每個人的心靈 讓我們今天 不管是聽的還是講的 都能夠同盟造就 讓我們在神的話語裡 共同成長 把福音帶給我們周遭的人 祷告祈求不配 奉主基督耶穌的名求 神們 好 我們來開始 好 那開始的話 剛才說的 就是五年的講道系列 是吧 這就是我們每次講的 有這個 那麼首先的話 我們還是按照常規 就是說今天的話 大家對前面牧師的講道 有什麼感想 可以大家分享 或者有什麼得著 我們先分享一下 發個五到十分鐘 對 大家覺得今天前面牧師講道 有哪些地方是超出你原來的想像 因為這段經文是很經典 也是很熟悉的經文 對不對 而且我們 後來我們講 我記得大家有時候被稱作 這是著名的 叫米賽亞宣言 或者福音的宣言 或者福音的號角 對吧 一般收起來福音 接到旧約新約 就是引用這段經文 大家 可是今天從前面牧師這個講道理 大家有沒有心的得著呢 有很多 對我是有很多得著 我先聽聽大家的 對我是 而且超出我的意想的很多都是 拔開 經濟意念 對 誰可以先 給我們和一下兵威 說一下 好 好 那我覺得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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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力 這張力 這個 講說 我我特別在過去 等 中間 動搭的時候 我跟妳 一點 有很多分泌 那么怎么样能够还合在一起 那这个的话其实 这个政权的福音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今天这个解枪是非常非常 对 绝对的 我记得他说的这个是 应该是三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 多激烈 或者那个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 多大的那个冲突很多 我想如果再到明年的时候的话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有新的得着 新的看见 对 我觉得对我们教会的 就会有很多的 最后 我知道 其实有两个感觉 一个是我觉得 第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很乐意 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message其实都很violence 非常violence 因为像我们有很多 他们在其他的社会 就会看到很容易 follow到两个stream 在前两年 这一支咱们的教会都非常violence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今天其实采访 我忘了个叫什么名字 他那个他那个他的他的感受 我觉得非常让我感到非常的humble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时候去服务人家 总觉得想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当看到真的 当我们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做的 的时候 真的 我觉得给我们一个 我看到我们每个人 我们可以先到最后整个人 最靠去 我们的心的对击 对 对 好 对 也能分到那条线对吧 对 对 我们有时候那个怜悯的心就没到 神就没感动我们那个心 跨过那个怜悯的线 对 还有 有没有那个姐妹 我今天最感动的是第三点 想的是你是写公义 我们的使命的内容是写公义还是好怜悯 那我觉得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是好怜悯的 今天让我看到的是说 其实神为了怜悯我们 然后祝贵 变成他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想 嗯 今天那个就是那个歌 在这里面很感动 所以我想 嗯 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你能做的 我能做的 就是把自己放在 基督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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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我在他的 多余的能力的 嗯 神明上的感动 我在这里 做的 嗯 谢谢 谢谢姐妹 你怎么称呼 你的小慧 小慧 小慧姐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行公义号联名的在 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今天最最最感动 最出乎意料 是在十字架上的合一 吧 行公义号联名 他开始提出那三个问题 前两个还都好了 还可以想对吧 言语上和行动上的合一 服侍人和服侍人的合一 但是从在行公义号联名 如果你看那些 看在经文 我就他讲的时候 我又看了好多遍 再看 重复提醒我 哪里去看到 感谢神 最后他就是在十字架上 神把公义和联名 可以了 嗯 其实这种感受 就是 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 最后说的这个在 这种感受 在新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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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受的 我们世人都是 喜欢大词的法 有一个协计栽造 有一个协计栽造 很多时候讲究 一个吹道 比如说这个多了 可能那个就少了 但是 今天牧师给我一个 启示就是 很多时候 就不是这种发生 其实是 是一个合一的 在神里面 是一个合一 不是一个像 有一个协计栽造 那个会有一个吹道 但是 有时候 神出了 两个星期 一个神里面 对 我说放了 您叫什么 杨伯 我们在网上 启发课程 见过你 杨伯弟兄 分享的很好 也是在 经历一号联名的 合一上 对 其他的 那好 那我们就接着 但是我们现在 查经的时候 预查的时候 大家有问题 有分享 我们可以继续进行 好 那么好 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话 刚才说的是 这个第九课 总论 所以呢 是叫的 使命的内容 我们前面都讲过 使命的拆解 然后 使命的呼召 那么内容的话呢 当时就是说是 既然是总论的话 那就是跟下面的 那个使命的内容呢 是有些相 相联系的地方 不过我们可能 就会脱节了 所以呢 那么我们 我们待会稍微地 分享一下 怎么去把今天的 总论跟下面的 这五堂课的这个 使命的内容 都在一起 那么今天大家都 他记忆很深刻 对吧 今天的内容是 我们刚才讲的 叫做尼撒亚的宣言 或者是福音的宣言 那么就告诉世人 告诉当时的犹太人 什么叫福音 福音的内容 大概从耶稣的角度去 去怎么去宣告这个 神的福音 所以呢 那这一天的这个 总论里面 当然比较更丰富了 这个 这个牧师讲的 那么可以看到了 福音 不仅仅是传福音 而且还是 神的怜悯 和践行福音 对不对 讲到了贫穷的人 瞎眼的人 被虎的人 和被压迫的人 对吧 从这个角度 都讲到了 传福音和践行 那么下面的话呢 第十刻呢 讲的救人性 是在诺加福音 九章五十一到五六 很简短的那段 那段呢 就是耶稣告诉门徒说 我们来世上呢 我们的福音的使命 是救人的性命 而不是毁灭人的性命 从这个角度讲 也就是今天讲的 我们是把人 从苦难当中 从被压活当中救出来 对 不是审判他们 就是这样 不是为了复仇的认 审判他们 也是跟这个相符的 那么做主见证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使命 实际上就是那段新的大使命 那个耶稣说 把天上地下所有的全命 给了你们 你们就到地极 从撒玛利亚到地极去做做见证 这是一个大使命 所以耶稣要求他们 去完成他大使命 去做见证 言光 言光 善行呢 讲的也是 耶稣教导门徒说 我们在世上要做光 做盐 不要把光 把盐失去味道 不要把光藏起来 那通过我们的好的善行 光和盐的善行 但是最后说到一点 就是今天 服侍人 是为了服侍神 最后是说你的善行 是为了Glorify God 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最后 都是要归向到神 所以我记得一个 第一节课的说 乌昭的总论的时候 我们当时讨论 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最高的人生的使命 是为了Glorify God 荣耀神 那么第四课呢 天国的钥匙 这个可能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 苏菲要讲这课是吧 那我讲天国的钥匙 谁要讲这个天国的钥匙 是不是志峰 你是你吗 我是九人性的 OK 这个天国的钥匙 这个 是谁要讲 这个的话 就是要有一些 对的天国的钥匙 耶稣说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你们 然后你们在地上 可以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这个呢 可能会有人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像 耶稣一样 我们捆绑 释放他们还好吧 我们怜悯他们 会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那么捆绑他们 为什么在天上捆绑 我希望带领的弟兄姐妹 可以给我们更更 很深刻的多招 这也是我们去深刻理解 上帝赴给我们的使命 我觉得这是很 我很期待的一刻 那最后是更大更大的事情 也是也是很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耶稣在最后说 我要到天上去了 所以我把地上的事情交给你们 你们要做跟我一样的事情 去做我神赋予我的使命 我把使命交给你们 你们会做更大的使命 而且他应许门徒们 就像应许我们一样 你们所求的我一定 一定跟你们同在 所以从后面这五课 就可以看出来使命更丰富的内容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圣灵的同在和耶稣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这五课 和这个总论的大概的联系 那么好 那么后边我会有一个破兵问题 最后我们再看阿文这段经文以后 那么经文也很简短 我可以再念一遍 大家知道 那完了 那么一共是16到21 耶稣来到拉撒那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撒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开前我报告被掳的得失望 瞎眼的得看见 叫我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洗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给执事就坐下 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在你们耳中了 好 那么对于这段经文 我在准备这个预查的时候 我就是有很大的挣扎 大家可能代表读的也是一样 就是怎么去分段 因为这经文也是不是很长 最主要的就是十八十九节 大家还有最后一节 这今天应验了 那主要的信息就是十八十九节 那么怎么去分段 我也是挣扎了很久 我开始是分段一段 后来就不分 后来就分两段 后来我觉得又两段的话 又把重心的话 重点的话 又会模糊掉 后来我就分成了三段 分成三段的意思呢 就是说是因为我想每段 每次预查的话信息很多 我们都想想focus看有些重点 那么分成三段的话 就容易把重点突突出来 不重点的地方 有第一段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可能都没有应用 也没有那个 就过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帮助我们 可以把信息更好的传递出来 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的心意 是这样的 那第一段的话 就很简单的 就刚才说的第一节 耶稣来到拉萨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另外呢 我是这次预查的 没有上下文和背景 一直我们的pathon 都有上下文和背景 这次的我想的话呢 把背景和上下文 参差在这个查经当中 这样的话更联系起来 否则的话会有些脱节 所以我就放在那里头了 那么这第一段就是 耶稣来到拉萨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计 进了会堂 那么这一块 去了解这段的经文 包括整段经文 我们看一下 十四节十五节 十四节的话 十五节说到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来到加利利 就是他的名称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那么我旁边有个很小的图 因为很小了 大概的意思 大家知道 加利利是一个一片地区 加利利海附近 拉萨勒 是其中一个小汉 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 那么这里头 因为说他来到 来到拉萨勒 就是他成长的地方 在星期天 安息日的时候 照他规计 进了会堂 就要起来念经 为什么他会 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我想可能前面牧师在 因为主日里头 他有更丰富的讲道 可能有细节 可能没法讲那么细 我们预察 或给大家讲的时候 可以稍微花点时间 那他为什么会起来念经 那个话呢 我们可以看看 从十四十五再看之前的 这是路加福音的 也有一些特点 路加福音的话呢 他有些的 有些信息会 他有意识的把它密集掉 放在别的福音处里头 那我们来看看 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 那路加福音 这十四十五 然后十六十七 到今天是二十一 那之前的话 我们看到呢 耶稣在约战河 已经受过洗了 然后呢 他在旷野有四十天 受魔鬼的试探 然后胜过了试探 中间的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发生在 受洗之后 到耶稣来到加利利 回到他加经 中间这些路加团 都没有提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耶稣 为什么蛮有圣灵的能力 为什么他在教堂里 会堂里去教训人 然后呢 大家都称赞他 其实他之前 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 也讲了很多的道理 比如说这个加拿 水变水 然后与尼克迪姆讲道 尼克迪姆讲道 就是我们著名的那个 约翰福音的对吧 神爱世人 他已经有丰富的讲道 然后以撒马利亚的妇人去讲 活水的信息 然后医治了病重病重的儿子 就是他的名声传遍四方 是有道理的 在差不多一年的时候 这是他回来是大概一年的时候 他有三年传大 这回到拉萨达 基本上是一年的时候 他大概三十岁三十一岁的时候 所以他的名声 会在加拿大地区 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 间接 有这么一个拉比 但很多人还不知道 他是弥赛亚 这个拉比有超能量 有超能力去医治人 有超能力 有深刻的认识 就业圣经 所以他的名声传遍四方 等他回到会堂的 回到他家乡的时候 按照 他也讲过 犹太人会堂的传统就是说 礼拜天的时候 就和我们这边 还有很多这种弟兄会 邀请一个弟兄 或者邀请一个先知来讲道 所以耶稣回到家乡了 是传的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回来了 一个拉比回来了 那么他们就请他来去讲道 所以这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背景的介绍 那么照平常的规矩的话 英文是as is custom 就是说他曾经 从12岁我们看的记录 他12岁的时候 就回到耶路撒冷 去到圣殿里头去 然后去到会堂里去 12岁13岁 所以他就常年的 在周日的时候 去到会堂里头去敬拜 所以这个平常的规矩 就是讲了他这个多年以来 养成的这个周日是敬拜神 好 那就是16节的话 而这里头的话呢 其实后边我们讲到18 19的时候 也说到圣灵 圣灵的高末 路加呢在他的这个 前头这几章里头 非常的着重的强调的圣灵 他还说 你看他就说 圣灵满有恩典的圣灵 耶稣满有恩典 那从其实他在这个经文里 在前头讲的 耶稣在约旦哥受洗 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说在1-13节的时候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哥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然后在旷野里受使 他让圣灵了魔鬼 所以路加专门的 你可以从经文里 可以专门的强调圣灵 一直在与耶稣同在圣灵的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对 好 这一节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这边马上去进到 比较经典的重点 就是使命的内容 好 那就我们正好使命内容 就比较容易focus 然后17节 这刚才都说到了 他把先知书交给他 就打开找出一次说 那么这个先知书 也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先知书 然后他找到那段经文 我也是把它列出来了 那这一块呢 因为查经了 我们就有时间 可以稍微详细的 放在神的话语上 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一到二节 那么前面牧师刚才也讲到了 这他 耶稣在讲的时候 特意把和神的报仇的日子 和安慰一切人 省略掉他念的时候 其实还有省略掉他 拆遣我医治伤心的人 还有被秋的出监牢 当时我就很迷惑 那为什么耶稣把这个医治伤心的人 给省略掉了呢 他为什么用的 你看看他是说 很相似的对吧 属灵在我身上 因为一划高 我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就是贫穷的人 拆遣我被被堵的被释放 拆遣被我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这里头没有了 然后叫我受压制的 他就好像就赶掉了 对不对 那么犹太人很清楚 以赛亚书 他们当时牛皮卷的书里 那耶稣这么一点讲 他为什么会把他省略掉呢 我也觉得是他难道不想 不想有些 如果去 我自己也听了一些解经的和讲道 有些就把这个使命的内容 就把这个 拆遣医治伤心的人 被丘的出尖牢 都当都列出来是这个使命的这个内容了 所以我也很困惑了一阵子 其实的话 如果这是 所以圣经的这个翻译的各种版本 是有些不同的 其实在King James这个版本里头 是这个 拆遣医治伤心的人 是有在里头的 但我们在NIV里头 还有很多的版本里 就把这一节给省略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省略了 King James的 然后我再看了一些很早期的希腊的 有些翻译叫希腊版本里头 他们也是有这个 拆遣医治医治伤心的人的 所以圣经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圣经的学者的功课 多年以来可能也有一些 有些分歧 就是我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到的话 今天的预察呢 我也是按照比较传统的 就没有这个拆遣我 你好伤心的人 用的是目前的这个 路加坟尼里头这个 好 然后的话 看看 那么以撒亚书 今天大概介绍了 以撒亚书的话 实际上是旧约的 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 或者是旧约的罗马书 那么它启示了 那要来的米赛亚 以及将来米赛亚的国度 今天说它一共66章 前39章是讲神公义的审判 后27章是讲神恩典的拯救 那么这个61节呢 61章第一第二节 就是讲到神恩典的拯救 今天讲到的恩典的拯救 那后面有一部分也讲到 将来的审判 主要是讲神恩典的拯救 那么这段话的背景的话 我当时自己预查的时候 我是大概又把以撒亚书看了一下 又去看了一些背景 其实也蛮有得到的 你越读这个以撒亚书 就看到当时先知神给他们的 这个恩典圣灵的同在的时候 他们的所见所看 是真是超出我们可以想的 那么以撒亚写的这段的书的 做的那个对象呢 是当时被以后要被掳到 巴比伦的那些人 那以撒亚 他是大概经历了四个朝代 但他经历的时候的话 当时他预言到 以色列的人 会有犹太人 会被掳到巴比伦市 但是那是一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他写的这段经文是为了 一百年以后的那些被掳 在巴比伦的那些上帝的子民 当他们看到这个以撒亚书的时候 他们可以得到安慰有盼望 所以这是这段经文 如果你去想的话 他是写了这个 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我比较挣扎的叫 主的灵在我身上 当时我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指的以撒亚呢 还有说我们传统的认为 就是弥撒亚呢 这个当然是属于一个 稍微难的问题 我们当然以后可以讨论 我也花一些时间去看这个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说我 后来耶稣去说我的时候 就指的是他自己就是弥撒亚 但这个如果你去看以撒亚书 如果曾经说的耶和华说 耶和华讲 基本上要说是耶和华的时候 你会引用 那当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前都没有那个引用 那么要解释这个我的话 那要看到还有以撒亚书 其中有一个叫做仆人之歌 有四个仆人之歌 那个仆人就指的是弥撒亚 那个仆人是跟这个很相似的 所以呢 解经压就把这个认为 我就代表的是弥撒亚 这个我们就不用太花时间 好 这是指的这一段的背景 好 然后大家有没有问题 现在目前还是背景 我想每次预察的话 就是说神给的这个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是觉得神给了我这个 机会和这个恩典 让我能够有时间很深刻的去 学习神的话语 我就是蛮有感恩的 就在这个点上 好 那么好 那么看这个 最关键的十八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就是著名的就是 弥撒亚宣言 好 那么这里头的话 我就刚才说 按照传统的 现在目前的解决的方法的话 那这一段十八十九节 就说到了弥撒亚使命宣言的 四个内容 我们讲的使命内容 四个内容 第一个叫传福音给贫穷人 第二个是报告 被读的得释放 让瞎眼的得看见 将在受压制的得自由 好 那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 是一个总结 实际上也是 对 那么好 一点点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那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看旧约的话 今天里头也有很多提到了 刚才我讲到 读家福音的时候 对不对说 当耶稣被受洗以后说 主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对吧 然后圣灵 让他满有能力 然后带他去的旷野 是圣灵 在旧约里 他说主的灵 或者是耶和华的灵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 以赛亚说 他是说耶和华的灵 在我的身上 包括以西结书八章十一节 也是说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在这个先知以西结的身上 然后他就有了那能力 是有看异象的能力 他就看到了很多的异象 那么还有使徒行段 使徒行段里头讲的那个大使命说 神的灵要与你们同在 他就赐你们有能力 所以当时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就表示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充满 当时的圣灵的充满 圣灵充满 只有能力有智慧 第二个是他因为他用高我 那高我实际上就高我的意思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都每日读经里都读到这个 旧约里头 其实高某的时候主要是用在 先知祭司或者君王被任职的时候的 仪式的时候 会有一个高某的仪式 那他代表的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不同的这个身份的高某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但主要的第一个意思呢是圣洁 让他们成为圣洁 对吧 比如说先知的话 神高某他了以后 他们被高某以后的话 他们就有去跟神 他们就有些神给他们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先知就有去说预言的这个能力 对吧 祭司的话呢 因为成为圣洁 他们就可以带罪带人去赎罪祭去献祭 那君王的话呢 那么神就给他们权柄 让他们去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对 授权他们去治理国家 当他们被高某以后 那么我想想 还有呢 对 还有就是说在初埃及祭里头 三十章二十到三十节的时候 还有在会幕里头的 圣洁的会幕里头很多的祭物是要被高某 需要他们成为圣洁的 所以就包括有人的被高某 还有物的被高某 那在这里头呢 说他用高高某 就表明了耶稣的这个身份 我们就都知道耶稣 他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 对 表示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就是这两段 老师我问你 为什么他这个年用因为 因为他用高某 然后是跟主的灵在我身上 还是用后面的 因为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他用高高某 主的灵在我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那个高了我以后圣灵就存在了 对 好 我们再看下面我们就讲完了 其实那些一些的解释 我们就看要分析一下 就是说是解释一下 刚才说的那个米赛亚宣言 使命宣言的几个内容 什么叫第一个呢 就是说是 谁是贫穷的人 谁是贫穷的人 什么叫谁是贫穷的人 对不对 我觉得 如果看刚才说的经文里看 如果对照以赛亚书就是 谦卑的人 那是不是只是 谦卑的人呢 当然如果我们很多就直接 很多解释的 你去听或者去讲 很多的解释就是指的是 灵力的谦卑的人 说不是物质上的贫穷的人 但是后来我在想 真是这样吗 那我们怎么去那些 我们去关心那些 homeless那些人 那些平均的人啊 我们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真是关心那些 囊中修设很贫穷的人 对不对 我们确实这么去做了 难道是耶稣的心意说 只关心灵力贫穷的人 对那些物质上贫穷的人 我们就不需要care 关心他们吗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在想 那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去做 耶稣都做了哪些人 我就想的有几个了 贫穷的人 税利撒该 对吧 我们知道 今天其实也讲到了 他就是被歧视的税利 对不对 犹太人很不看不起他 那么还有 撒玛利亚的妇人 耶稣去在景别 跟他去说 对不对 他也是很多人看不起他 他中午才去打水 对不对 这是被歧视的人 实际上还包括被歧视的人 还有呢 今天讲的那个妓女 还有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 就是给耶稣抹香膏的那个女人 对对对 还有那血漏的女人 还有一个贫穷人 我在想贫穷人 还有一个叫做 名叫拉萨路的那个乞丐 大家记住那个财主 和乞丐的故事 那当时那个乞丐就说的 他连 怎么说的那话说的是 说的是 耶稣说有个财主天天一朝华丽 然后有一个名叫拉萨路的乞丐 身上长满了农仓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他渴望吃到财主桌上 掉下来的食物残渣 却只有狗来舔他的仓 是很可怜的一个贫穷的乞丐 但是后来他死了 天使带他到了亚伯拉罕的身边 然后财主死了却 所以这里头就是确实很贫穷 对不对 就是我们公主 但耶稣说 他最后是在天国的一生有份的 来 OK 没问题是吧 好 那他们都渴望神的福音需要上帝的爱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贫穷的人 那么我引用两节经文 一个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灵力平发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就是那个天国福音的 跟香港训练说的 我来不是招育的人 乃是招肃的人 这是耶稣说的 这是贫穷的人 好我们再看 大家对贫穷的人 是不是有一个更感阔的深刻的认识 我当时这里头也是挣扎了一下 有一些挣扎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 被掳的人 什么叫被掳的人呢 大家觉得被掳的人 这里是什么呢 可以稍微停住一下 我也是讲了一阵子 然后先把时间弄上 不要太晚了 射上闹钟 今天比较晚 我们大概十二点半开始 十一点半开始的 对吧 所以我们到十二点半 先弄到十二点一刻 大家先想一想 什么叫被掳的 什么叫被压制的 那瞎眼呢 我们可能还好 可以理解 被罪昏浪的 对 被罪昏浪的 对 实际上被掳的 实际上就是被罪昏浪的 我们当时 我记得罗马书里说 对说的很清楚的 如果你体贴肉体 你就作为肉体的奴役 对不对 对 你体贴圣灵 就是神的奴役的人 对 实际上就被罪昏浪的 对 但其实背景呢 是指被堵到以色列 如果职意上 就被堵到以色列 他是为他们来说的 被堵到以色列 他们有一个盼望 盼望后 重新回到他们的家乡 对 犹太国 对 对 这里是指被罪昏浪的人 那么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录 什么叫瞎眼的人 但直观的我们都知道 耶稣 这个里头也有很多人 就只是指灵性瞎眼 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 确实医治了 医治了有五个 瞎眼的瞎子 对对对 所以包括身体上和灵域的瞎眼的人 身体上也还瞎眼的 灵性上瞎眼的人 那么指哪些呢 被世上的神弄瞎瞎眼 如法利赛人律法上的骄傲 他们就看不到神 他们没法接受耶稣 马太福音 我想对这些很多的理解呢 去看一些经文 经文就让我们很容易就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十四节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 当时耶稣是说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瞎眼领瞎子 然后就瞎了他们 然后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 不叫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也是对 他们也是瞎眼不幸之人 好 那么然而瞎眼的 我说瞎眼的因性耶稣作为医治得光明 这个我们都知道 耶稣对有四个瞎子 他们都得到的医治 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一点 这瞎子其中有两个瞎子 他们得到医治 为什么他们得到医治 大家还记着吗 那几个瞎子 他们当时得医治的那个过程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刚才是说 其实身体上的瞎眼 耶稣怜悯他们 很重要的其中有两个瞎子 是他们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 可怜可怜我们 他们知道当时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是那种人在 他们相信耶稣 他们接受他 所以耶稣就说 照着你的信给你们成全吧 他们眼睛就开了 然后这就是说 他们的信 让他们的瞎眼得到看见 那么我们就说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们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很暗里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信靠他 我们就会得到生命的光 我们就会从黑暗中出来 所以我们不在心灵上 得到那个瞎眼的 然后最后就是 谁是受压制的 刚才我们讲的被掳的是被罪捆绑的 对 那么大家想想 谁是哪些是受压制的人呢 我们大家讲 心里头被神 世上的神 弄伤了心眼的那些瞎子 然后我们有被掳的是被罪捆绑的那些人 对吧 像法利塞人 他们那种骄傲被罪捆绑 然后还有贫穷的 灵力的贫穷的 软弱的 被歧视的 那么那些受压制的 耶稣又指哪些人呢 我当时在查的时候 我就想 其实我今天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我当时就是说 我先看那个以赛亚书 当他写的时候 他倒是指的是哪些人 然后耶稣在说这些话 他倒是指的是哪些 对于当时的那些友谈人 他们那些背景上 再看回来 对我们来指的是哪些人 其实就是说跟被掳的稍微有一些区别 对有些区别 当然耶稣也不完全是重复被掳的 我们刚才讲了被掳的是他们是被罪困难 还有很多人是被世上的 不一定有罪 当然说我们都可以说 从你讲到都有罪了 的想法里来的 但有很多人 我们是被世上的很多的生活的 各种各样的苦难和负担所参联 对不对 是我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 对不对 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我想 就是我们想想就是说当时的律法人 今天讲的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非常敬虔 他们非常爱神 你可以从一讲 他们并不是那些像法利赛人之罪的 对不对 他们很爱神 就包括尼格蒂姆 他们真正遵守神的那个律法的要求 但他们也是被压制了 因为他心理上受到律法的束缚 做不到很多地方做不到 所以他才说我怎么去做 去到去有一个很有富有的少年人 对不对 他就说我做了很多好多事情 我周济穷人 我遵守律法 那他怎么去做到天国呢 他们这些人包括我们 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被牵挂 被生活当中被物质当中所被束缚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被受压制的 受压制的 包括当时就是你不能守安息日 对吧 安息日的要求 必须守安息日 对 那这里头得自由 所以我讲 我们其实这就回到罗马书 罗马书里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查罗马书就是让我们从律法的束缚当中得自由 我们不说是律法 对 从律法的束缚当中做自由 这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心意 所以呢 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 耶稣说 反劳苦当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你得安息 然后呢 马太福音23章4节就说 这是耶稣指责那些法利塞人 他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 放在人的肩上 是自己一个指头都很重 所以很多当时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有了很多 无论摩虚立法 他们自己有立了很多的立法条例 很多人生活在这个立法的这种压缩当中 非加缩当中 所以耶稣来对他们讲 真是从中间可以得自由 信福音 看到神的福音 好 那么刚才讲 前头都讲完了这个 弥赛亚 神明宣诗的内容 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报道神悦纳人的喜年 这个其实也是 这个就比较清晰一些了 那么我们教会也是曾经有一个喜年的 五十年庆典的时候 那个喜年 祝贝利那一年 对不对 讲的很清楚 就是在那一年的时候 每五十年有一个喜年 在立位纪的时候提到 在五十年的时候 债务取消 奴隶释放 然后天地耕种 然后其实代表耶稣来 要遍地带给自由的大好的心 所有被奴补的 所有贫穷的人 所有的一切 出行reset 这是一个对一些边缘的人 贫穷的人是一个 我们都想做 我们做computer reset 很多的不work的东西就work了 对这些同事重新来一遍 对对对 这是对他们大好的信息 就是神出了钱的脸 这个看到很多人有这个盼望 我想怎么办 什么时候给重新来一遍 好 那么就关联 这个关联的问题是 我好几天的时间 就是在怎么去 有时候经文的观察解释容易 我不知道黛玉茶都有这个难处 就是因为要考虑到 问题要实际 然后又不用太空洞 然后要跟大家 最好能照顾到各个小组的情况 同时要跟这个经文相联系 所以这是我 我非常每次就是在预察就是 问题是最增达的 那这些关联的话 那感谢神 今天这个前面牧师的这个 讲的就是说是 不是神不是人 然后呢 还有就是言行和行动是统一的 最后当然是这个公义和列明 那这里头我就写了这个 主耶稣 关联就是主耶稣引用米赛亚宣言 宣告他所肩负的使命 不仅是传福音给平均的人 而且是使人从罪的捆绑 释放出来 并带来身心灵的一致 就是说是 就是今天其实 原型和行为的这个一致性 就是说是 既传福音也要有见性 后边我们就可以看看 主耶稣怎么去做的 那么应用的话 我就列了三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集合今天经文实际上简单说 你怎么去给别人讲 解释什么叫福音 耶稣的福音 是不是你原来理解的福音 我今天集合今天经文 是不是你原来理解的是不完全 还有哪些地方 其实就是你想一想 你怎样去解释 解释耶稣的福音 第二个是说 你是否自己经历过福音 那就比如说生活工作的压迫 或不好的习惯当中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你怎么去传福音 你怎么解释 经历过没有 你怎么去传 所以这就是从三个方面 我列了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去分享小组里头 大家对这个 因为都要带预察可能是 大家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的更好的补充 我们可以在 因为这还会修改 预察的提纲是会修改的 所以我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们觉得问题 要不要重新设计 或者需要补充 你觉得如果带的话 能不能让弟兄姐妹 有更好的分享 我完全统计 其实 而且我欠缺那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的话 我今天也是 我承识给大家 这次我准备一查 没有时间跟前面牧师走一遍 这是说 这是很遗憾 很遗憾 但是我实际上是 我就想是 听完以后想看看是 最后的一段 就是讲到不是说的 讲到那个21节 今天这个经验在你耳里 然后后来复仇 前面牧师正好讲 从那里讲到 十字架的公益和联名的合议 你可以放在那里头 但是我完全同意 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得着和应用 好 那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前头那一段的应用 好 还有时间 好 那第三段 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很精彩的 谢谢牧师的讲到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那么这个很简单 就是耶稣暗示 他就是弥赛亚 所一言的弥赛亚 那么就想的话 其实耶稣不仅仅是他 他用他言语上说 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其实他用他自己的行动表明 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跟言语的行动合议 我们可以看 前面我们说的结尾 耶稣一直下眼的是他们得到光明 也是传讲天国的福音 使他们灵里得富足 对不对 我们想到的一个敌目 对不对 耶稣在教堂的教训他们 使他们从罪里脱离出来 然后耶稣观心软弱受压迫的 使他们得安心 那些撒该 那些撒玛利亚妇人 然后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使他们相信进入神的洗年 得向神国 我也最后想到这点 但是我没有提到 行公义豪连允差 这一点 我也想到当时 其实他最终的话 实际上他十字架的救恩 实际上看到了他 看到他这个洗年 所有人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息 这是我基本上 就是我今天预查 这些禁文的预查 但是呢 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头 怎么去把行公义豪连允 在我们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 以前我平常说 传福音是跟生活结合在 福音和生活是一体的 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体现出来 对不对 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问题 我会把这个问题 再重新改一下 原来问题就是说 从耶稣对米塞亚身份的宣告 你怎样理解救恩是神 从旧约到新一贯的心意 因为这里讲到的 今天这个经经验在我 你们的耳里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经 就是米塞亚那个经 因为他今天了 过去到今天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一致性 从很早旧约的时候 到新约 神对世人 都有这个救恩的一贯的心意 对 那这对你的读经生活 或者信仰有什么影响 那读经生活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 我们不是说 只关心新约 很多就是说 新约读起来 对生活有很直接的应用 对吧 很多的经文 很多的教导之间 而旧约只是讲历史 对不对 那对我们的读经生活 会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很好的提醒 很好的帮助 就是说 旧约新约是一体的 所以我是从这个讲座 提的这个问题 但是刚才提到了 我们怎么把 新公益号联名 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 我会把这个修改一下 嗯 嗯 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 那好 接受 我有一个可能 有个人要提问 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里面 就是有 在当时时候的情况 那个文太人应该 他们看完他们 其实应该就是真的 就是把他们这个 贫穷的情况 就是 physical的 贫穷的贫穷 对 那么感谢主 就是用他们的生命 和东西的三十件 这个新约正经去 后来的这个这个保护数据 都进去解释 这些事情 有更多的属民的含义 在里面 对 所以我在想 就是比如说 现在的文太人 他们承认就业生 那么他们的这个 现在他们 他们跟我们的 在这个理解上 是一样的吗 比如说是推资呢 是是属民上的推资呢 还是说 他们还是认为 是非洲的问题 我只是好奇 就是你会不会碰到 有才人怎么这样的传统 或者这些是不是 我们是从 the same page 跟这些犹太人 很好 这个很好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先稍微简单 然后您补充 其实我也听了一些 就是叫做 我记得好像说 叫做One Christ 可能去上网查 也叫One Christ 那个One Christ的运动 它是一个运动 就是很多的见证 都是犹太人 怎么最后 convert to Christian 那他们的这个的信仰的转变 那他吃了一些这些观点 他们对于这个 尼赛亚 对于新约 他们曾经的误解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 还有很多拉比 他们也跟讲 其中还有拉比 我记得是 但是是有一个拉比 是 是穆斯林的拉比 和犹太人拉比 他们也有很相似的 跟犹太人 为什么不信基督教很相似的地方 其实他们相信的那个 尼赛亚还没有到来 他们相信 尼赛亚不是耶稣 所以他们还 不相信耶稣 就是那个尼赛亚 这个先知 他们相信的尼赛亚 是真实是 我自己的一样 是真正让他们是 非得扣理得释放 得解放 从压抑的 压迫的状况 释放出来 对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OK 这个其实 这段情况本身 它是有答案的 我 我们今天选到21点 你如果再往下读的话 把上帝的马尼赛亚 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耶稣就说 这个先知在本乡本土 然后他下面就讲说 当年那个尼利亚的时候 军毕塞 三年就没有一旦 然后可是耶稣 那个不是 尼利亚 耶和华猜猜猜猜 去的是一个 那个寡库 其中的寡库那边 然后 尼利沙的时候 很多人得大麻风 可是耶稣却 不是 尼利沙却 医治的是那个 莱曼 那是一个 外邦人的大将军 所以 这个第一 显然他说的穷人 大将军 不是一个穷人 他很有钱 第二 他这里 耶稣特意要讲到说 他的这一个 莱乐之后 穷人 是不是在以太人中间 因为那两个人 都是外邦人 而且他特意说 没有一个 以色列很多人 叫大麻风 更没有得医治 就是只有莱曼的医治 所以 这其实是回来 他为什么没有说 耶和华 报仇的那个 议者来到 因为他其实 就是要把救恩 恩典传到万国 那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不想到 你要这样去跟犹太人讲的话 他们会不会 同样的反应就是 总就把你带着塞 你把你推下去 因为耶稣这样讲完之后 这些人就很生气 要把他推下身去 把他给摔死 所以 我想圣经上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从耶稣的角度上讲 他来 他司法神的救恩 你要从救恩 你要从救恩再仔细看的话 他必须一直在讲 万国万方的行为 他不止 不止是犹太人 所以你如果要 跟犹太人有机会 会想到之前 他一起读出救恩 也许可以从 像这个 以赞亚书里面 就讲很多 对外方人的影响 不只是犹太人 不只是犹太人 会不会有帮助 如果他们不会把你推到三人 不过我相信 就是说 不只是犹太人 每一个民主 都有他文化跟信仰 传承的一样 你跟佛教人传承 很严重地讲到 轮回 报应 因果 对吧 行行好行为 你跟牧师人讲福音的话 他们也会看到那种 对一个那个家族的那个 整个家族的信念 那你跟一个无神论 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讲福音的话 他们会论说 就是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种族 都有他的包拟 但是经过时间的改变 你现在跟一大堆 不同的国内人 他们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其实他们对信仰的看法 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听到的 他们见到的 所以我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说 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信仰的包裹 又一个很大的民主的包裹 不管是民主的优越感 或是说 百年再被压迫 家破人亡 活活家亡 这种经历里面的痛苦 你知道一个人 要把他从痛苦里面带出来的话 你不是只有道理 就会被帮助党 是不是 一个从小被父母灭带的 一个中文德国汉的人 你刚才讲 神带来他们没有帮 是不是 那你刚才讲 神带来他们没有帮 他说 OK我现在刚才讲的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帮助一个 不能只有从事实上 你一定要了解他们的包裹 他的背景 而且现在困扰他 是什么 有很多的犹太人 变成基督徒以后 他们有一个使命 就是合不过他们的同胞 所以有很多那个 广播的界面 他们是回去的 那他们就希望帮助 那些同胞 就是说 你的传统的思维 跟你的经过国 或这样的痛苦里面 这里是有他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当我们 很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同一个背景出来 我从导臺来 我们了解 他的信仰背景 他叫去背景 我跟他传托一个方式 一个有共识的前提下 跟他传织 你面对一个陌生的人 比如说在公司 我碰到这个牧师 或是碰到犹太人 那我们碰到这个人是不熟 那我就不会担导 主日跟他讲 你心里跟我不一样在哪 我会更多是从 我可以更了解你的方式来说 你怎么看这样子 你怎么看你这样子 当你听到人在讲耶稣的时候 你认为耶稣是谁 所以是我告诉到我 我是先去了解他 他现在在哪 他跟我的相亲 这个聚无忽略 那这个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宣教是很困难 因为你跟一个陌生的人 跟一个不同的文化种族背景的人 要达到你的方式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他 你要先克服你对他不了解的一些偏见 然后再透过沟通 所以这个是一个漫长过程 我会建议先从明天开始 先从了解开始 然后慢慢再看谁 我们带你把这个 哈利文打开 我是 刚刚前面不是回来 人选找出来 来看看这些问题 我是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 怎么来看待这些差异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理解 不只是对犹太人 你对穆斯特 对一个穆斯特论 对一个不同的文化种族的 可能就是 尤其如果你碰到一个 那他有他比较的背景 在说中国文化的背景 可以影响 一种文化的 可能都不完全有 我想先从了解 我们跟建立原理 然后Hanston 在我们逛中的那个 把那个墙 把这个做的 可以影响 嗯 谢谢 谢谢 Hanston 我看到说 一篇篇篇篇 在这种肺炎的 肺炎 是 想一想讲 似乎是 所有人 嗯嗯 是 但是就想一想 这样 就是所有人 都是 嗯 嗯 就是 都是下肺炎的 都被 被压制 对 只是我归正 没有意识到 嗯 嗯 其实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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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但是呢 我们怎么能帮助人 嗯 了解到他自己 嗯 他是被虎 他是有下肺炎的 被压制的 对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说 要去松阻的 当然 没有意识到 他是 出于这个情况的时候 对 他就 他认为 他认为 他是很不理督 蛮 蠻抽空的 那 就包括 就是犹太人 他们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 就是说 下野 他们的 被 被压制 他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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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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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話都對他說這就沒關系 我想理解了這個規的內容 同時我們也知道怎麼能幫人去了解到自己的情況 而不是他理會的那樣 因為我們都不講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實力想法 那怎麼樣去做 這裏就是聽說的 很好的 對 其實我當然可以放到我這裏頭就說了 你身邊有沒有貧窮的 或者就是有沒有貧窮的被蝦眼瘦瘦瘦瘦瘦的 就是怎麼去看 包括我們自己也是 我覺得我蠻同意這個牧師還有長老 還有他們分享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聽了以後實在是說 他們猶太人還有一個很大的驕傲 他們覺得他們是神獨選擇 簡選擇選擇 就看很難就說 怎麼可能跟你外方人呢 所以他們很多的 其中有一個是專門去以色列去拿出 拜佛和他的這個猶太教的那個金句的 他們很多就沒有看新約 那他只要只我看新約 再看以赛亞書其實就有一件證 就是看新約再看以赛亞書 他就控制了 就都驗證 最終有一家子都是這樣 真的 謝謝 很好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把最後一個破冰問題 我想的一個破冰問題 你們大家自己也可以有各小組的破冰問題 我想的是 你有沒有過在等候很久以後才聽到某個消息 或看到很久未的朋友 就是好消息真好消息 有沒有這個樣的一個經歷作為破冰 好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們每次都要有一個took 對吧 各個小組的took的情況怎麼樣 我記得好像每次 可能和各個小組的狀況不太一樣 大概進行到什麼地方 有沒有開始 又開始了有什麼困難 進到哪個地方 如果沒開始有什麼困難 各小組真是不一樣 我們小組還沒有開始這個 福音的外展的工作 對的我不想聽聽大家 啊 外展是這個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教會 了解了 對 各小組的情況怎麼樣 我們從討論到原來覺得好論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後來發現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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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我們其實在一個老人 老人公立 然後我們說到那地方去做一個 去訪問 我們到那邊去 跟他們在一起聯繫 然後把這個 我們現在做這個 就是這個課程 寫出地方課程 後來 後來網友後來問了他什麼 他母親 他母親後來說 太好 最後我們現在不知道該做的 OK 沒討論是吧 好 我們家族原本 蘇菲你說 我們家族有四個發展 今天吃飯討論 對 我們也是 你倆的小朋友 有今天討論 那好 那下一次就可以聽你們的 我們當時原來說過去 Crosstow的去做 Savish Army的去做 後來也去 我們有弟兄去看看了一下 就好像他只有禮拜三 比較合適的時間 可以帶孩子 後來就沒有 因為可能有各種時間的衝突 就沒有完全進行 考慮過去那個做飯 後來就覺得好像 跟是不是跟 因為我們的優勢 是跟中國人 比較好 就能夠把這些傳出來 對 所以這個 跟可能是像 還有很多中國的老闆 對 對 我們上次也本來 一定是沒有一直在 進化去台灣上去 後來發現台灣現在 多讓他們知道的人去 就這麼 沒有 可以打多了好說 台灣的會照 對 好 好 這個會照不是 是 美國 可以 可以 美國可以 法治不行 必須是 他美國公民 他不知道是在做大 做成自然出生的 例如可以去 例如是每個都 但我不能吃了 我和其他幾個人都能吃了 好 他還沒拿很多 你先讓他吃一下 哈哈哈 來 來 咱們現在的應用 我們覺得他們 更好 就有個 對 對 對 我覺得好像咱們一般說的 不太多 因為基本上就講的時候 還是在頭腦裡 對 對 對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一個辦法 因為我 每個人看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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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沒錯 這個就是放在那上面多次提醒 但是 大家不要壓力 我怕人家又覺得壓力 但是這個困難其實討論一下 也挺好的 我們覺得困難 沒錯 所以有點壓力很好 我覺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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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不只是成全的立法 我真的是把最美好的福利帶到我們生命 所以這樣的認識 讓我們更明白我們怎樣讓你的福利能夠幫助我們所在的社區 我們所做的 是一個真正更正全的福利的內容 還不是一個 偏 偏一邊 或是一個 不夠全面 對你認識你所帶出來的個人的習慣 因為你真的幫助我們 也讓我們在 這一次小禮的茶間裡面 能夠幫助弟兄姊妹 來更深的思考 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怎樣活出一個 更美好的福利的世界 也讓我們所做的事情 不只是 能夠 讓你的榮樣 也讓你能夠彰顯 你對人的愛 也讓我們真的把愛你的心 用在你 愛我們做人的心 令你幫助弟兄姊妹 讓我們在整個學習的過程 不只是知識的增加 也更是神明的感受 我們真的是感謝你 祝福我們未來一個禮拜 用這個一切的出入的平安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網上的弟兄姐妹 謝謝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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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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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拜拜 拜拜